那其實大腸直腸癌 其實大家知道發生率越來越高 那因為可能大家都說是飲食的關係 那在這裡你有沒有提醒一下 觀眾朋友就有沒有一些生活習慣 或是習慣有什麼樣的改變 能夠預防這個疾病 OK 那大腸直腸癌最重要的一個 就是我們要早期的發現 那早期的發現的話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定期的 去接受一個大腸直腸癌篩檢 因為這太重要了 所以我一定要再多講幾次 大腸直腸癌一定要早期的篩檢 大腸直腸癌一定要早期篩檢 三次喔 那是什麼樣的人要早期來篩檢 第一個有家族病史的人要早期篩檢 第二個就是說 有大腸直腸習肉病史的人 或者是兄弟姐妹 有大腸直腸習肉的話 也要早一點的進行大腸直腸的篩檢 或者是接受大腸鏡的檢查 那回過頭來 我們再來講說 飲食方面有沒有辦法調整 一些油炸類的燒烤類的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在這個處理這些食物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油脂它會變成一個比較不穩定的一個結構 然後會產生一些自由基去攻擊我們的一些身體 一些正常的一個細胞 所以這些加工類的食品呢 就是量不要注意不要攝取太多 那當然如果能夠多吃一點蔬菜水果 甚至能夠少吃肉類 那當然第一個除了對我們身體的健康比較好之外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減碳救地球 完全沒斷污染 我用不咀嚴造的 所以我用不咀嚴造的 所以我用不咀嚴造的